大家好,我們今天來講一下海釣場籃籃包 那我們今天所講的裝備準備跟釣具都是以當天比賽講一個比較貼籃籃包 我們不會去講很專業,也不會去講很複雜的 原器2000、3000、4000、5000、6000型都可以 P線建議用2號到3號,2號到3號,狗子的部分換付5號 如果一般的5號牽有狗,配5號的其他狗子線 好,接著去釣竿,釣竿的話,要求會變簡單的 基本上當天會放你的紅槽、紅魚、紅刷陣竿 這三種魚,其實是最大種的,就是當天啊 其他的比較少少的我就先不講 像這種小劑竿6號的、或者4匙的、或5號都可以 法幹、野膝、法幹、七匙、八匙、九匙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今天純粹只有關我冰一試比賽,然後呢 你可能都有相關的裝備 那也是,是這樣手吃透抽竿或是天涯竿 只要是致病的,也都是能用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釣鼠的部分 雙勾 那我們的雙勾勒 會用三叉扁彈 不見你用三叉扁彈 我太軟會打結 用三叉扁彈就像這樣 一邊一勾嘛 就是兩勾 一勾呢 半隻手臂才 一勾勒 一隻手臂才 這是比較基本的 那既然今天你在量隨身的時候勒 而且你在抓的時候 就可以一隻勾子長勾貼底 短勾釣實的 那你今天是不是 比於要飄人 那你就可以玩得到 玩四勾勒就是鼠 一個是耳的部分 耳的就是拿蝦仁白蝦 大家評價來講最好的就是 白蝦 撥好了 白蝦撥好了 那不建議拿藍漆蝦 因為它小魚很多 可能會被倒掉 可能會被削了 如果你要自行準備活蝦的也可以 最後就是講 母線的部分 講一下 母線組成就是這樣 我們要準備空檔 空檔的後面要加擋豬 最後再加主標 這個地方叫上檔 下檔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轉過來 就是繼續加半檔 跟母檔 半檔豬 那或者是可以加一個 卡拉蝦 那這個就是 部檔 浮標 跟配重 像你的副這支浮標 是 三錢 那我的一支重 就需要三錢 如果你今天吃掉活蝦 三錢可以配2.5 誰少0.5 去配 那我今天講的都是比較 簡易型的 那剩下的呢 如果你本身就很會玩 三張炮台交場的 基本上今天這部 裝備的準備影片 其實你也可以 給我看 因為其實我講的都會 安裝方式部檔 各調具件都有賣 把這個P線呢 就這樣串進去 然後手捏了 然後把部檔放下來 就這樣 然後呢 把你的部檔兩邊啊 拉緊 拉緊 再把線頭剪掉 這個部檔的安裝完成 那部檔裝完之後呢 像如果你今天的太空鬥別針 就是我所謂的這個 指標 指標座 它如果今天鬥很小 你可以不需要抓半檔 有些人會用擋豬 有些人會用半檔 看個人都可以 穿過去 然後 再穿過 別針 那你的P線啊 去買你的部檔面 要去看 像我這是1號P1 理論上我是要拿SS 如果你是2號或3號P1 你可以拿S就夠了 不用拿到SS 那你要調深度的時候 就往上 拉到你調的深度 可能兩個人 就是往後拉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上檔完 我們就自己接著 下檔 下檔的話呢 你可以用一個卡拉棒 解鎖 那也有人呢 就是把剛剛我講的 打過來 就是這個地方 對稱 再加一顆半檔 然後再加布檔 基本上 台釣場的釣組 算是蠻多元的 有很多種玩法 那我今天就是講的比較簡單 不算是一個比較近 那你也不要覺得這一組 你會釣得很差 我跟你講並不會 台釣場你最看中的叫做很利器 可是真的 到時候我就發現 得獎的啊 固定是很會釣的 是利器 我們總共有前三名的獎品 就是大尾獎 小尾獎 還有一個在籌付兩個獎項 分別是 分別是 不檔 半檔 伺標柱 半檔 對稱 那中間這個半檔你可以改成擋珠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一個下檔的 就是最後這兩個關 你可以改成卡拉棒 解鎖 好 再來 最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配重 我現在把 伏標 別上這個別身 我今天是配剛剛我跟你們講的三叉扁彈 那我是不是就是 用一個這種可以穿的 這個叫做 自重水重 啊這種自重水重 很好用喔 因為它可以隨時調整你的 重量 因為它這個是快換 你只要把這兩個size拔掉就可以換 好 最後面的部分呢 是不是 就可以把什麼 三叉扁彈 三叉扁彈 那如果你今天不用三叉扁彈 你今天可以直接綁一個卡路鋅 你綁一個八字環牽 你綁一個上面 那你下面就可以直接 兩套 送頭兩套 就不用綁兩邊 好那為什麼用餅蛋 讓你兩套比較不容易打架 都會藏在一起 好就這樣子 那再來 這一段的長度啊 最後面 是不是接三叉扁彈 你這個長度如果拉太長 是很難拋改 你如果把它拉得太短 你會容易藏在你的 這種線上 所以我的建議是 大概拉個 10到15勾子 大概是這樣的長度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你的勾子 一隻手臂 你這樣丟才好丟 它上面就是你的深度 那母線的部分 教學 大概是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 簡單的 示範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歡迎